旅长好 小萨老师好 你好 我是咱们陆战队的兵 女子侦察队的排长 我不相信 哦 出色不对 她太白了 可能是不是 今天化妆了 化妆了 刚才听了旅长的演讲之后 我还是心潮蓬佩 其实我们是特别怕 跟旅长一起训练的 旅长的年纪 然后比我们大很多 但是训练的时候 大概是我们的一辈 比我们还要拼 比我们还要猛 旅长跑起步来 我们是追不上的 女生坐着 年纪比我们大那么多 让我们这些小 听着手上 心里还是会有些难过 就是让我们这些小年轻 感觉到惭愧 训练这么久 还是没超过您 心里面不服 还是跑不过一个老头 所以我代表 我们这些后浪们 问您 您有没有中年危机 您还打算 这么生猛地拼多少年 意思是 给年纪人留条葫芦呗 不是 三老师 他说我 连部老爷上轮犯府 你看 你看 我还能在部队 还能够干多长时间 再提问我这个问题 部队需要我 待下去 我干下去 如果组织上让我离开 我绝对愉快地 服从组织的决定 就是说我们 雷厉风行 胡火杀气 一刀进红 这种精神 在我们每个路战 电影身上 绝对不会丢掉 我觉得您还是误会了 他的问题 他一定不是问您 打算什么时候离开部队 他问的就是您这么拼 而且确实比他们年长 您应该有很多理由 可以让自己不那么拼 但是您还这么玩命地拼 年轻人都觉得压力太大 那他们怎么办 他们可能是 Q太高了 你看像他 可以在直针机上滑下来 可以攀上去 可以潜水 女孩子很优秀的 我记得您曾经跟我们说 要给我们女兵连 每个人发一小袋米 带我们去荒岛上生存十天 您什么时候 带我们出这样的任务 海军陆战队员 都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自己对自己狠 没带你出任务 孩子在这说 我不服 我要去 其实我还想说 我们的训练科目 强度和方式 跟男兵一样 训练的要求甚至更严格 可能我们的热情 比男兵更高涨 您是怕我们超过男兵 还是嫌弃我们 战斗力不足 所以说 我希望您兑现诺言的这一天 快一点到 在我心目当中 我的女子陆战连 是我在关键时候 要用的一只力量 一定要在 好刚用的刀刃上 对 现在可能的话 目前我们单位执行的任务 没有带着你们去 但是是因为某一项任务 可能没有你们赋予的 单项任务 我想的话 很快一天 我们的任务来临以后 带着你们一起去出征 好吧 谢谢首长 十年磨一剑 等到剑出鞘的命 你们是真正要让对手 胆寒的那只力量 谢谢首长 谢谢小华老师 报告完毕 不够完毕